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宣言如何促进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大和解 大团结 为什么说宣言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宝贵希望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为您深入解析 美国智库报告显示 上个月美方拖欠台湾地区的军备增加了8.4亿美元 岛内网友炮轰民进党当局只会当冤大头 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台北论谭基金会董事长苏奇表示 美国大选变数大 美方自顾不暇 两岸对话是台湾唯一的自救方法 针对相关信息 两岸时事评论员邱毅张斌带来全面分析 台军所谓汉光四十号士兵演习第一天就事故频发 一辆云豹装甲车一次引擎故障停在民宅前进行紧急维修 另一辆云豹装甲车当晚与民用小客车在新北市一柱公路发生擦撞 造成小客车右侧车身毁坏 台美痛批 台军汉光演习仍是一场秀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首先来关注 22号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在江苏昆山会见前来出席2024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峰会 继两岸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研讨会的两岸企业家峰会 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 来看报道 宋涛表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 这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也将为台胞台企扎根大陆发展 创造更好条件 开辟更广空间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持续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助理台胞台企在大陆实现更好发展 宋涛强调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严格依法制定 精准惩治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不针对 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 我们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 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 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学习就业生活 提供更多机会和便利 让台湾同胞利益更多 福祉更实 未来更好 希望峰会以民族利益为先 以同胞福祉为重 坚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 坚决反对台独 带动更多台胞台企 特别是台湾青年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让两岸同胞在常来常往互动交流中 增进理解 后执感情 实现心灵契合 刘兆玄表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举世瞩目 释放的丰富信息令人振奋 过去四十多年 大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令世人赞叹 广大台湾同胞是参与者 见证者 也是受益者 相信大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将成为台商台企 创造事业新辉煌的契机 助力青年 实现青春的理想 联岸企业家峰会将继续为两岸牵线搭桥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为增进联岸同胞福祉 贡献力量 赖清德日前出席民进党党代会时声称 要打造自己的所谓国家民主台湾 要反并吞确保所谓国家主权 并鼓造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等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22号表示 这再次暴露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实施台独分裂活动的本来面目 陈兵华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虽然两岸尚未统一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 也绝不允许分割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有共同的血脉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 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 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 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 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 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 陈兵华指出 民进党罔顾历史 罔顾事实 罔顾民意 罔顾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推行所谓去中国化 渐进台独 欺骗台湾民众 煽动仇视大陆 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 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损害两岸同胞利益 两岸同胞要团结起来 充分认清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活动的本质和危害 从民族大义 台湾前途和同胞扶植出发 坚决反对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行径 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我们再来关注 台军所为汉光40号时兵演习 22号起开始五天四夜的时兵验证科目 不过演习第一天就事故频发 台军的一辆云豹装甲车疑似引擎故障 只好停在民宅前进行紧急维修 另一辆云豹装甲车当晚与民用小客车 在新北市一处公路发生擦撞 23号台军所为汉光40号进入第二天 全台导弹车机动待命 台军也将爱国者三型导弹首次部署支花莲 台军炒作此次演习更贴近实战 只见一座桥上官兵重弹倒地 下一秒立刻进入战商救护演练 而为了验证台北所谓卫戍区内连外桥梁组绝能力 台军23号凌晨在新北市的华翠大桥 实施所谓桥梁检管即错假讯息处置科目 使兵演练 层层沙包护栏架设绝绝设施 全面检管人车 拒止所谓敌军特工突入台北 据台媒报道 今年的汉光演习与往年最大的不同 就是实施无剧文演习 不会提前告知官兵演练的时间 科目动作 不会有剧透 不过眼前的民众发现 各参演部队早已针对演练科目压题 所谓无剧本 俨然破功 来拍飞机 主要知道今天是什么科目吗 三立保存 还有媒体提到 台军方日前在台南安平的喜树海滩 提前挖掘大规模防御攻势已被演练 消息传出后 相关壕沟等设施已被填平 尽管台军吹嘘本次军演颇具亮点 但如往年一样 这场大型军事秀在开场的第一天就遭遇翻车 22号一早 台军第四作战区出动CM32 CM34云豹八轮装甲车 CM23履带式迫击炮车 以及多辆支援寝物车辆 过程中演练侦搜警戒 但尴尬的是车队中一辆云豹装甲车疑似引擎故障 停在民宅前进行紧急维修 后方还有士兵持枪警戒 此外 当晚八点左右台路军269旅的CM34云豹装甲车 与民用小客车在新北市一处公路发生擦撞 造成小客车右侧车身毁坏 据了解遭擦撞的小客车驾驶员是一名39岁女性并没有酒驾 台路军表示车祸原因与事故责任正由新北市警方调查中 另值得关注的是22号当天台军还在台湾中部进行所谓同心演习 模拟战争发生时作战区结合民间资源进行物资动员 迅速将作战所需的车机及物资完成补给提升部队战力 台军方称 本次演习共计动员 大货车 刺铁丝 发电机等物资 准时至集用场报道 操演单位与车辆及物资报道后完成点减 接受与分配作业 验证军民合作的运作机制 舆论质疑 这些演习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反而在绑架台湾民众的生命安全方面更进一步 不仅如此 与汉光演习同时进行的还有万安47号演习 22号 苗栗县 台中市 南投县等七县市进行相关演练 实施人车管制 今年还新增网络连接 让民众可了解临近可使用的避难设施 台中市政府及民防团队在当天下午1点30分警报发生后 演练疏散民众避难 待防空警报解除后 演练战时灾民收容救济站开设及灾害救援 此次演习还同时发布所谓空中威胁的警报 这让当地民众倍感困惑 在7月22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及今年台军汉光演习 演练战时条件下的海外物资转运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 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原因是台湾民进党当局 在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下不断谋独挑衅 任何渲染紧张 以武谋独 以武巨统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失败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易先生 邱先生您好 我们知道汉光演习其实有很多的科目 而其中是包括了动员民间车辆运输物资等 也就是说把普通民众也卷入了战争 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呢 现在民进党当局接受美国的建议 要把台湾发展成全民皆兵 也就是美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模式里面的一部分 那既然要全民皆兵 那当然民间就要随时补充军用的部分 所以当云豹装甲车的运输 它的引擎出了问题的时候 民间的运输车辆当然就要跟上 这个其实也就是现在台军作战的模式 就是要裹挟让台湾全民皆兵 让台湾所有的人民都要上战场 这就形成了所谓人肉盾牌的概念 所以赖金德已经比以前的蔡英文更近了一步了 他坐着云豹装甲车 引擎发生故障 以至于动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民间当然要全民出动 然后来救他 好 那这一次 汉国外演习里面 号称有个主题 叫做去中兴化 去中兴化的意思 就是一旦台军跟解放军发生作战 作为台湾三军统帅的赖金德先跑掉了 没了三军统帅 没了这个指挥官 那台军怎么打仗 那当然叫实战化 而实战化的话怎么打 赖金德是个草包 他当然什么都讲不出来 所以当然就无剧本无剧透 说穿了这一次汉国演习 严格来说 他的中兴主题 不就是赖金德的逃跑计划吗 逃跑的时候发生故障怎么办 民间资源 怎么把人民做人肉盾牌 掩护他逃亡 逃亡之后怎么打仗 所以叫去中兴化的作战 而这时候怎么作战法 没有剧本 也不能有剧透 就是大家帮他打城镇战 城镇向战 帮他争取时间 好让他从容不迫逃亡 而这个所谓的逃亡 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战力保存 他认为他最有战力 所以由我来解读 在赖金德指挥下 第一次的汉光演习 第四十届的汉光演习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他核心精神只有一个 就是逃跑 谢谢您带来的观察 我们继续来关注 据台湾中市新闻网 7月22号报道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的 一份报告显示 上个月 美方拖欠台湾地区的军售金额 增加8.4亿美元 拖欠的项目 包括台湾方面 之前采购的无人机 一直没到的毒刺防空导弹 陶式反坦克导弹 标枪反坦克导弹等 台网友对此同批 只有台湾才会当这种冤大头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的报告 经常被美台媒体引用 该智库的最新报告称 今年5月 美方拖欠台湾地区的军备 为196.9亿美元 6月为205.3亿美元 上个月 美方拖欠台湾地区的军备 增加了8.4亿美元 这一消息 在岛内网络论坛PTT引发讨论 岛内网友痛批民进党当局 欠货没来就不该继续购 只有台湾会当这种冤大头 有网友质疑 台湾怎么没有震怒 要上街抗议吧 花了更多钱 结果要等更久 还有网友嘲讽道 所以才叫保护费 这样想就合理了 近年来公布的多项 美国对台军售至今尚未交付 而民进党当局 无疑是对此有着清晰认识的 台湾审计部门 去年公布的报告就曾指出 截至2022年 正在执行的美国对台军售项目 总金额为约1.68万亿元新台币 美国尚未交付的装备 价值高达8300亿元新台币 此前还有美媒爆出 美国五角大楼正在设置 所谓秘密小组 宣称将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地区 对此前民代郭正亮分析称 近年来台当局频繁向美国购买武器 但基本是先交钱却提不到货 比如2019年采购的66架F16V战斗机 五年过去仍未要到 根本原因在于美方产能不足 所以即便成立秘密小组也没用 至于所谓的军事融资 郭正亮更直言 就是美国指定什么军品 台湾就要收什么军品 且多为库存货 事实上都比较便宜 但美国还是用市价卖给台湾 即便不想买也无法拒绝 因为没得选 今年以来中方多次对涉台军售的 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针对美台军事勾连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打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幌子 做的是赚取台湾民众血汗钱的生意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不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棋子 美国对台军售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方坚决反对 相关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市的 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 张先生您好 我们注意到岛内网友炮轰 只有台湾才会当这种冤大头 那想请问民进党当局 为什么不怕民众抗议 执意在美方拖欠军备的情况下 还要持续加构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台湾方面 为什么会对这种美国 拖欠相应的武器装备 会采取一个极其低调 甚至顺从的态势 这应该说是完全违背了 这种贸易的规则的 这中间的原因我觉得呢 既有一些客观原因 但是更多的恐怕是民进党当局的 在美台关系当中的一些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呢 美国向台湾出售的一些武器装备呢 应该说在其他地区也广泛的应用 那么它的这种产能库存不足 也造成了很多的装备呢 恐怕难以迟迟交货 你比如像标枪导弹啊 毒刺导弹啊等等 这些武器装备呢在其他地区 包括俄乌冲突当中 那么美国也是大量的支援这个乌克兰 所以一些军事装备呢 目前出现了暂时的这种库存不足 这是拖欠的一个原因 但是更多的一个原因是呢 我觉得从这个骨子里面啊 美国就没把台湾太当回事儿 对于台湾来讲 因为民进党当局呢 完全的倒向了美国 希望呢把美国作为自己对抗大陆 谋求台独行径的 这样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既然有求于人 必然要低声下气 在对美的军购层面 显然台湾方面要买什么 美国不一定卖给他 不想要的美国可能会强塞 具体价格是多少 也由美国定 什么时候交货 也由美国呢完全的掌控 甚至呢即便定了交货日期 也会因为种种的原因 给予拖延 这都是美国对台军售方面 这么多年来 一以贯之的一个做法了 之所以有这种做法呢 就是因为民进党当局 你既然求美国 既然希望美国做你的保护伞 那当然在这些军火问题上 经济问题上等等 你要听美国的 看美国的脸色形势 这才是啊 美国敢于拖欠 台湾大批军事装备的一个根源 这其实也反映出了当下呀 美国和台湾地区关系的 一个非常显多的特征 那就是民进党当局 要想以武俱统 只能依靠美国 这种依靠 既包括美国给台湾出售的 大量的武器 也包括美国 在这种国际舆论场 在这个政治经济 以及呢 中美关系方面的 相应的其他方面呢 给予的这种支持 所以啊 完全的导向美国 把美国当做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那么在其他方面就是要付出 这些拖欠的欠款 不光是台湾向美国啊 购买的武器装备的货款 而更多的也是给美国 纳的投名状交的保护费 美国不是台湾岛的保险公司 民进党当局 不过是被这个黑道大佬勒索 又不敢反抗的狗腿子罢了 谢谢张斌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海峡新盖线 稍后继续 欢迎回到海峡新盖线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盖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盖线 微信公众号 我们再来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 2024年总统大选 并且表态支持副总统哈里斯 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竞争 为美国大选投下了震撼弹 此事也受到台湾各界高度关注 台安安全会议前秘书长 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奇表示 虽然拜登退选 但要说特朗普现在可以躺着选 还不一定 因为美国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 两边的情绪都很强烈 接下来选举结果 对美国不是大乱就是小乱 而把美国视为台湾地区 唯一靠山的民进党当局 看起来是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再谈到日前特朗普的相关言论 譬如台湾地区要付保护费等等 苏奇认为现在都还是选举语言 后续要看特朗普真的当选后 任用什么人来协调 执行的政策到什么程度来判断 而民进党当局面对特朗普的保护费 说的立场是愿意付出更多代价 苏奇认为这很麻烦 台湾地区过去一直在暴风雪中活下来 能趋及避凶 但现在越来越困难 我一直归纳美国对台湾的六个字 就是心有余力不足 美国根本没有力量 但是现在我怕川普上台之后 连心都不够 心不足力也不足 苏奇指出 两岸对话仍是台湾地区的唯一的自救方法 不想办法处理两岸关系 什么都交给美国来处理 大选后 美国可能两手一摊自顾不暇 还管得到台湾嘛 因此台湾要学会自救 否则就看着办吧 在得知拜登退选后 岛内明代也纷纷发声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 徐巧新认为 美国总统选情多变 民进党当局应做出相应准备 民主党即使换人 应仍维持目前执政基调进行 然而共和党若重新执政 必须应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特朗普之前 对台积电的评论 以及保护费争议 都应该重视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 林义军则表示 拜登退选有迹可循 他认为 对台湾地区而言 现在最不应该选边支持 从长远看来 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有机会执政 若是因为此次 美国总统选举 得罪任何一方 都将得不偿失 前明代郭正亮直言 民进党当局很在乎 是不是仅仅跟美国 绑在一起 如果特朗普当选 会要求台湾地区付出更多 我觉得绝对不会只有 什么国防预算增加 这种事 一定还有投资美国 加买美债 然后贸易逆差 要不要补一下 之类的 所以赖清德会很累 因为赖清德 他任内 台股已经很难在大涨了 你接下来财政 收入也会变少 可是你补的洞又变多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 两岸时事评论员 首先还是要请教邱毅先生 岛内舆论对美国大选的情况 是纷纷做出了反应 想听听您对此的观察 这一次美国大选 在台湾特别受关注 受关注两大原因 一个原因 台湾认为美国是 保护台湾的后盾 所以美国的大选 当然关系到台湾的前途 第二个 这一次美国的大选 高潮迭起 而美国大选的结果 对台湾真的影响很大 大概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 台湾人民普遍认为 拜登对台湾比较好 其实这个是大大的误解 而台湾人民认为 拜登对台湾好 而川普对台湾 是比较不好的 第二个 台湾人民听到了川普说 要叫台湾交更多的保护费 心里头是觉得很难过的 很窝囊的 但是也无可奈何 川普要叫台湾交保护费 会不会把台湾榨干 这是台湾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 台湾人民担心 川普是个奸商 所以有没有新的弃台论 这也是台湾人民关心的重点 如果川普赢了 他的孤立主义 会不会使得台湾与美国谈了很久的 21世纪台美经贸倡议 会不会就没了 而川普会不会对台湾 销美国的产品加增关税 增加台湾的负担 减损台湾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这都是台湾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 台湾认为美国就是台湾的保姆 叫台湾的爹 所以很关心美国谁当白宫的主人 所以这场美国大选当然有看头 当然有很多 让大家会去高度关注的热点 谢谢解读 再来请教张斌先生 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台北论坛 基金会董事长苏奇表示 美国大选变数大 大选后可能两手一滩自顾不暇 并表示 两岸对话是台湾唯一自救方法 那么您对岛内有识之士的观点 有怎样的评论呢 两岸关系决定了未来 台湾的问题的一个最终的走向 那么这个两岸关系 我觉得既包括了我们常说的 就是在这个狭义上的两岸关系 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关系 也包括了我们说大两岸关系 那就是太平洋两岸的关系 中美之间的关系 在台湾问题的解决当中 美国因素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台海地区局势之所以紧张 形势严峻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 不断的一物谋独 一物俱同 那么再有一个原因 就是外部势力不断的干涉中国内政 介入到台湾问题当中 妄图以台制华 这就是台海地区局势紧张 我们说核心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所以在这个因素当中 美国因素在这个台海地区的 这样一种啊 起的作用就是非常大的 而当下美国呢 正赶上大选年 今天是这11月份的 美国进行总统大选了 但是在总统选举之间 我们看到变数啊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特朗普现在呢 由于这个遇刺之后呢 支持率呢大涨 那么在目前来看呢 这种未来啊 竞选获胜的趋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虽然说特朗普呢 在这个整体的对台政策上 肯定也是要秉持 美国历任政府 与台湾相应的支持 借助台湾达到 遏制中国发展的 这样一种战略目的 这个总的态势不变 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 却是有着很多的差别的 你比如特朗普 更多的希望保守主义 更多的希望 制造业的回流 更多的希望 减少美国 无谓的对外支出 在俄乌的局上 尚且对乌克兰 没有这个 美国援助乌克兰武器 没有回报 颇有微词 在台湾问题上 当然他也是希望 能够在利益上 有所收获的 这就是为什么 前一段时间啊 特朗普提出 台湾如果需要 美国协防的话 需要美国保护的话 要多交保护费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对于台湾 民进党当局来讲 这个事情就难办了 一方面 美国希望 要交更多的保护费 虽然台湾方面呢 说是尽量的要满足 但是毕竟 这种无度的索取 有时候也超出了 台湾承受的范围 那这种情况下 美国会不会 借机敲打台湾 甚至呢 在这个两岸关系上呢 在台湾问题上呢 有所向的政策调整 这都是充满了变数的 这一点也是 民进党当局最担心的 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 普遍认知的 国际关系的准则 大陆现在的 这样一种实力 意志 决心 应该说 我们实现国家的 最终统一 指日可待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么本身民进党当局 内心就坠坠不安 感觉末日要来临了 如果美国再趁机撤火 再出现重大的变数 显然民进党当局 将是雪上加霜 灭亡的将更快 谢谢张斌先生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21号宣布退出 2024年总统竞选 并表示 支持提名副总统哈里斯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22号发表声明说 他已获得足够支持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22号 在特拉华州 威尔明顿的竞选总部 发表首次竞选演讲 他称将凭借 自己的检察官经理 对付特朗普 You know, as many of you know before I was elected as vice president before I was elected as United States senator I was the elected attorney general as I've mentioned of California and before that I was a courtroom prosecutor in those roles I took on perpetrators of all kinds 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frau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and in this campaign I will proudly put my record against his 当天哈里斯 还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 大谈拜登的执政成就 不时爆发出其标志性的魔性笑声 Our president Joe Biden wanted to be here today he is feeling much better and recovering fast and he looks forward to getting back on the road and I wanted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our president Joe Biden's legacy of accomplishment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will b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one term he has already yes you may clap in one term he has already surpassed the legacy of most presidents who have served two terms in office 综合法新社 英国金融时报 等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当地时间22号表示 退选是正确的决定 并呼吁竞选团队 拥抱哈里斯 美国时代周刊 在社交平台 X上发表了 该杂志的最新封面 途中哈里斯入画 拜登则出画 只留下一个身影 同时该杂志 还附上了其余 6月28号的 电子版封面 途中拜登逐渐出画 但整体身影 仍在画中 路透社援引 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 在美国总统拜登 宣布退出 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 全美50个州的 民主党主席 举行了电话会议 各方均表示 将全力支持 副总统哈里斯 成为美国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 但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 哈里斯并不会自动获得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表示 民主党将在8月7号前 提名总统候选人 该党将采取 透明迅速和有序的程序 来推进提名 而随着拜登退选 哈里斯为锁定提名造势 民主党捐助者 以惊人的速度 在网上捐款 处据显示 在拜登宣布 终止竞选的前几个小时 美国某民主党 在线捐款网站 平均每小时收到的捐款 不到20万美元 拜登退选后 当晚一小时捐款飙升至近 1,150万美元 然而虽然捐款数额飙升 但截至6月底 拜登的竞选活动 已花费了2.43亿美元 筹集资金的93%已花光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7月22号 美国白宫发布的 一份备忘录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 根据有关为乌克兰 提供支持的法律 将其部分总统权力 下放给美国财政部部长 及美国国务卿 国际方面的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郭先生您好 本届美国总统大选 选情是经历了 一系列戏剧性的场面 从拜登首次辩论表现不佳 到特朗普遇刺 再到现在 拜登迫于压力退选 罕见事件频发 那么您认为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说明 美国社会的矛盾在加剧 那么由于美国社会矛盾加剧 两党之间的这种对立 分歧越来越严峻 社会撕裂程度在加剧 因此呢 今年的美国大选 就出现了这样 一虎寻传的这种对立情绪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知道 随着这种对立情绪的这个加剧 两党都感觉到 自己输不起这场大选 从这个民主党来讲 拜登在这个辩论中 与特朗普表现不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党呢 居然冒着这种 临阵换将的 这样一个巨大的风险 压迫 这个向这个拜登施加压力 要求他退选 拜登呢 拜登呢 在这个民主党内的这个内部的大 这个压力之下 不得不退出了选举 那么这也说明了 两党呢 都输不起这个大选 都要势灾必得 因此呢 就出现了这样一种 对立严峻 候选人遇刺 包括拜登在临近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退选 这样多多的怪事 因此呢 我想这也反映了 美国今年那个大选之年呢 是不会 是一个不平静之年 会有更多的 这种离奇的事情发生 那么 两党之间这样的严重的对立 对于美国的民众 对于美国的社会 所产生的影响 也是非常巨大的 很多美国人 对目前美国的政治状况 感到十分的失望 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 面临了坍塌的危险 大家都抱着一种 绝望的心情 来看待目前两党的 这个竞争和选举 因此呢 今年的这个选举 确实是反映了 美国社会矛盾 深层次的矛盾在加剧 社会撕裂在对立严峻的 这样的一种局面 对今后美国社会的走向 对美国社会的这种 进一步矛盾激化 会产生更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拜登在宣布退选后 没有了连任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 他会在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等问题上 改嫌更张吗 在剩下的几个月内 我想拜登呢 还是要这个加强 他所过去采取的政治经济 对外关系方面的 种种的措施 来这个使这个民主党呢 能够取得更多的业绩 来为民主党战胜特朗普呢 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想呢 在这个俄乌冲突方面 拜登会继续加大 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的力度 他现在把这个权力下放给 国务院实际上是 使得这个 简化了这个援助乌克兰的 这个程序 使得援助乌克兰的这个措施呢 能够马上付诸实施 我想这是他把权力下放 给国务院的一个考虑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 我想拜登呢 依然是会采取一种 平衡的这个策略 一方面呢 继续援助以色列 但与此同时呢 也要这个压以色列 尽快的与这个巴勒斯 与哈马斯达成协议 这个停止在加拿大地带的 这个冲突 以便呢 这个迎回美国国内 阿拉伯裔选民 对民主党的支持 我想拜登在 巴以冲突上 依然会采取他过去的政策 也就是这个 既要支持以色列 又要这个满足 基本满足阿拉伯选民的要求 这个是尽早的 使这场冲突 终结 结束 这样的话 美国就处在一个 有利的地位 我想呢 他会继续采取这样的政策 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 新感谢 发展生态科学 建设生态文明 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 欢迎回到海峡新感谢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 宽态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们再来关注 今天上午 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对话的闭幕式 在北京举行 巴勒斯坦各派代表 共同签署了 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应中方邀请 巴勒斯坦14个派别高级别代表 于7月21号至23号 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23号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出席了和解对话闭幕式 并致辞 巴勒斯坦各派签署了 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在23号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应循 介绍了北京对话的具体情况 这是巴勒斯坦14个派别 首次齐聚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 带来了宝贵希望 宣言高度赞赏 中国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力 结束分裂 统一巴立场所做的真诚努力 强调应在联合国主持下 召开地区和国际广泛参与的 具有充分授权的国际会议 认为北京对话展现了积极 和建设性的精神 同意在巴勒斯坦人民 唯一合法代表的框架下 实现涵盖所有派别的民族大团结 毛宁表示 正如王毅外长在致辞中所说 此次对话最重要的共识 就是实现所有14个派别的 大和解大团结 最核心的成果就是明确巴结组织 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围绕 加沙战后治理 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达成一致 最强烈的呼吁就是要根据 联合国有关决议 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王毅外长在致辞中针对当前加沙冲突困境 提出三步走的中方倡议 第一步是推动加沙地带 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停火 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顺畅准入 第二步是秉持八人制八原则 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 第三步是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 三步走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中国同巴勒斯坦是相互信任的 好兄弟 好伙伴 中方真诚期待巴勒斯坦各派 在内部和解的基础上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统一和独立建国 我们将同有关各方一道 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来连线郭建刚先生 去不掉的灰指甲 赶快用亮甲 专要专制灰指甲 亮甲牌复方具为铜点茶剂 中国发明专利 采用趋救生心疗法 穿透甲板 深层杀菌 去病甲 生心甲 25年专注灰指甲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了 反反复复 去不掉 去不掉的灰指甲 赶快用亮甲 乐泰亮甲 深屋谈人之短 切莫经济之长 勿以善小 而不为勿以恶小 而为之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 就巴勒斯坦各派在北京签署 关于结束分裂的北京宣言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郭建刚先生 郭先生 此次在中方的斡旋下 巴勒斯坦各派达成了和解对话 那么您怎么看中国这一外交举动的影响呢 巴勒斯坦各派在中国的斡旋下 签署了北京宣言 我想这一个是客观形式的需要 我们知道 自从2010年阿拉伯之存以来 巴勒斯坦问题就在中东地区被边缘化 人们不太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了 而且一些阿拉伯国家 与以色列纷纷建立外交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 处在这种日渐衰落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因此巴勒斯坦两派急需要实现和解 因为巴勒斯坦的两派 巴勒斯坦法达和哈马斯 长期处在对立的状态 双方各有各的地盘 哈马斯控制的袈裟 巴勒斯坦法达和控制的约旦和西安 双方互相争斗 削弱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力量 因此客观形势要求双方要放下分歧 加强团结 共同抗敌 这是客观形势的需要 从主观上来讲 巴勒斯坦各方看到中国在调停 中东各方冲突方面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中国一直坚持通过对话来化解冲突 通过谈判来实现两国方案来解决巴勒斯坦的冲突 另外中国在化解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方面 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两家的握手言和 所以巴勒斯坦两派看到中国的坚定的立场 看到中国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 因此就要求中国来进行斡旋 巴勒斯坦两派这样的一种要求 实际上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中国的斡旋下 巴勒斯坦两派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宣言 我想这对于今后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事业 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使他们的力量凝聚起来 一致对外 谢谢郭县刚先生 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